5公斤重 首先我們看看這題 這顆氣球它往上的力量是5公斤重 對不對 然後我必須要用13公斤重的力才能夠拉動它 代表說 我要13公斤 拉動它它才能夠靜止在這邊 代表說這個球 它所受的力也是13公斤 所以方向是相反的 這裡13公斤 這也是13公斤 那這裡5公斤的話 水平的力是要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力它是可以平移的 我們把這5公斤移過來 所以它會形成一個13 5和12 5、12、13的三角形 所以我可以知道水平的力 就應該是12公斤重 不然的話你也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是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長度 你要是真的沒有記這個的話 你就是13的平方 減去5的平方 就可以得到這個水平的力了 那這個為什麼這個力 會是這兩個的合力 因為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裡力解到這邊 這個力又接上去 從原來的P接到後面的頭 這個力就是這兩條力的合力 這樣子這一題我們可以輕鬆 對不對 去10個匿面 先來看一下 最後一看 對 這個力會很會 來看 跟這個力會有